亲爱的同胞 MH370事件已步入第七个年头 2014年3月8日发生的MH370班级失踪事件 是许多人都无法忘怀的记忆 而这七年的时间流逝 也没有减轻人们对这一场悲剧的痛苦记忆 今天我们一同悼念MH370班级上的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我们也不曾忘记那些逝去亲人的家属 请大家坚强 我们和MH370罹难者的家属一样 都希望真相能够早日水落石出 这些年来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政府都在尽心尽力 寻找MH370的下落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希望能找到飞机的下落 但是在面对种种的挑战之下 我们三个国家的政府在2017年1月17日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终止搜索飞机下落的行动 在2018年1月22日 美国海底勘探公司Ocean Infinity 开始用海底自动航行器 在南印度洋展开了25000平方公里的搜索 然而在搜索了11万2000平方公里后 Ocean Infinity也被迫在2018年5月29日 终止搜索行动 然而一旦有新的有力证据出现 我们将重启搜索行动 继续寻找飞机的下落 最后 我仅以沉痛的心情 哀悼MH370的所有罹难者 我们一定会继续与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合作 尽一切努力 追求事情的真相 若有任何新的进展或重大发现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罹难者家属